我们今天看一个立体 这个图上面有三段的传输线 其中两段它的特性阻抗都是Z0 另外有一段特性阻抗是二分之Z0 它们的长度都是四分之Limina 我们现在要求什么呢 求BB端在这里看第二条线 跟看第三段传输线 它们的输入阻抗分别是什么 然后其实我们就从AA端看 往负载的方向看 它就从这里看进去 它的输入阻抗是什么 输入阻抗 然后Part C 要求AA端端的电压 V1T 这个地方的电压 V1T 跟BB端的电压 V2T 最后就是看输入端 输入线 输入线3 就是输入到线段 3的这个顺时功率是什么 就求这些 好 现在我们 首先我们设定 这个坐标 我们设定BB端 这个地方的坐标 叫做Z等于0 然后AA端呢 就是负的 四分之Limina 往这边看是负的 然后往CC端 跟往DD端看 它距离BB端 都是四分之Limina 这个坐标设定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看 因为这个线 通通都是四分之一 一个坡长 但四分之一坡长的线段 它有四分之一坡长的 Transformer 就是它的变换器 你知道它负载的 负载的 impedence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地方的impedence 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式子 这个地方看 它的Z input 是等于Z0 Z0就是这个Z0 被ZL来除 ZL就是指这个地方 如果是这一段的话 ZL就是指这一段 如果这一段的话 它的Z0 就是二分之Z0 好 现在我们看 BB端 看2 线2及线3的输入阻抗 分别是这样 线2 它是等于 Z0平方 这个特性主抗的比方 被Z Load Impedence 是第二条线段的 Load Impedence 来除 这就是Z0 好 这两个一除 就变成Z0 所以从这里 往这边看 它的Input Impedence 是Z0 然后我们看这个 第三条线 仍然是用这个式子 不过它现在的 这条线的特性主抗 是二分之Z0 所以它是二分之Z0的平方 被第三条线的负载主抗来除 那这个是二分之Z0 那这个因为是短路 所以是零 因此呢 这个ZInput 3 就等于无穷大 就这里看它 就好像是短路一样 好 那么现在我们看 在线一 线一它这个地方 它的负载主抗 就是这个 你从这里 算线二的Input Impedence 跟线三的Input Impedence 它的并联 并联 所以Z1 就是这条线 Z1 在Z等于零的地方 它的Impedence 是ZInput 2 这Input 2 跟ZInput 3 在这个地方的 并联 并联的话呢 那这个是 刚刚算出来 就是Z0 那这一段呢 它是无穷大 所以它并联以后 就变成Z0分之1 加上无穷大分之1 的导数 就等于Z分0 那么这个导数 因为这个是零了 它就是Z0 所以 从这里看 这个线 它的Load Impedence 也是Z0 就是从这里看 也是Z0 这里看 也是Z0 那么从这里看 它是无穷大 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 线一 是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现在 就看 AA' 端 看线一的输入阻抗 线一的 看这个地方的 输入阻抗 这个Z1 它的0是这个地方的 第一个线段 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 input impedance 那就等于说 它是这一段线的一个 Load Impedance 也是Z0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这个线段 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Z等于 负 四分之Lamna 那么它的 Input impedance 也可以从这里 也可以带 带刚刚那个 四分之一的 变换器 Z0平方 被 这个地方的 就是Z10 来除 那Z10是0 所以 这一除就是Z0 从这里看 也是Z0 那现在 我们就看 传输线 在负载端的 反射系数 传输线 负载端的 反射系数 就是用这个 这个是 负载主抗 这个是它的 特性主抗 我们现在在 线E BB'端 我们看 这一端的 反射系数 是什么 我们带 这个式 Gamma 1 就是 1就是 这一段的 传输线 在 Z等于 0 这个地方 它是等于 这个地方的 load impedance 显到Z0 它是Z0 那Z10 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它就是Z0 所以 这个分子 Z0 减Z0 就是0 所以 这一段 传输线 它在 这一段 在BB端 BB'端 它的反射系数 是0 反射系数 是0 那就是等于 等于 这个就是match 这个 这个 电波 就是 一直传过去了 它没有反射 好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现在就可以求 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同一段 传输线 另外一个位置的 A' 就是Z等于 四分之lemna 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我们就是用 这个式子 Gamma Z' 是等于 Gamma0 Exponential 2 Gamma Z' 减Z 这个是Z Z' Z' 现在就是0了 所以A'A端的 反射系数 我们带这个式子 这个是 负式 或是lemna Gamma1 就是这个地方的 Z等于0的地方的 Exponential 2 那么这个Gamma 因为这个 你看 它传输线 特性主抗是Z0 Z0 那么 这个 可以说 它 就是说 它没有 耗损 没有耗损 没有耗损的话 它就 Gamma就等于 Jβ β 就是2π overlemna 然后 被Z' Z' 就是这个地方 负 四分之lemna 减 0 Z是0 这个 等于什么 因为 Gamma1是0 所以整个一定是0了 所以 在这一段 也没有 反射系数 就是反射系数 也是0 好 现在我们 知道这个反射系数了 我们现在就要 主要就是要求 在第一个线段里面 传输线 第一个传输线段里面 它电压的政府 电压的政府 我们可以从这个已知的条件来看 这个就是它的什么 它的generator 从这里我们知道 这个位置就是负十分之lemna 它的电压 这个地方的电压 就等于 这个电压 被这两个主抗 串联来除 然后在层上 这一除就变成电流 这一条线上的电流 层上Z0 就是AA'端的电压 这个除出来 我们就知道 因为这是Z0 这两倍的Z0 就是二分之 这一端的电压 就是负二分之一 JV0 然后我们就带 在这个时子要求任意 就是这个线段 第一个线段里面的 任意位置的电压 我们是用这个除 用这个除 这个V1 V01 V01 就是这一段 第一个线段里面的 这个电压的正伏 电压正伏 我们就可以用 当这个Z等于负四分之 Lamina的时候 应该跟这个一样 我们就可以求助它来 我们就带这个时子 这是任意线段 它的电压 任意位置的电压 这个带负四分之Lamina V01 V01 这个 γ就是Jβ Z是负四分之Lamina 一加上 γ1 这个 1Z 现在Z是等于负四分之Lamina 是等于这个 这个值 就是这个值 OK 所以它就等于V01 Plus 然后这个就是 一称就是J二分之Pi 1 1 加上 这个 都是0 这个地方反射西斯文也是0 刚刚求出来 所以 它就等于这个值 这个 Exponential J二分之Pi 之方 就等于J 因为它是等于 cos二分之Pi 加J sine二分之Pi 等于J 好 这个 就是它 所以 这两个石子呢 这一边 相等 这个 就等于这个 等于这边 因此就可以把 正福求出来 原来 第一个线段 的波 电压波 正福是等于 负二分之一 跟V0 好 你知道正福了 你就可以 带到这个石子里面去求 任意位置的电压 可以带到这个石子去求 好 那么 V1 四分之Lamina 就是这个地方 电压 刚刚这个求出来 是等于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字啊 就是 负 二分之一 JV0 就是 第一个线段 在 这个 A' 段 它的电压 好 这一端的 这个是它的 Facial Form 它的顺时电压呢 我们要求的是 小V 是顺时电压 顺时电压就等于 Facial Form 称算Exponential J Omega T 去实数 那它就等于 二分之一 JV0 Exponential J Omega T 去实数 那它就是 Sine 因为这个是等于 J Psi Omega T J正 J是 负一 负一称负就是正的 所以 二分之一 V0 Psi Omega T 这是 A端 A'A' Psi Omega T 端的电压 我们求出来了 所以 以上我们求这个东西 现在我们 从后面往前面看 你要求这一端的电压 对不对 你一定要 求任意位置的电压 要用这个值 你要用这个值的话 你得把 任意位置的 反摄习数 求出来 我们刚刚不是求了 从 Z等于零 然后 再求到Z等于 负四分之Pi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都 都有了 然后我们就 还要求一个这个值 这个值就是利用 Generator这一端 在这里产生的电压 这个电压 要跟这个 这个 V1 负四分之Lem 是要一样 所以我们就得 V0 Plus 对 二分之V0 然后我们就可以求 这个任意位置的电压 那现在我们要求的是 AA Prime 就是四分之一 Lemna的地方 四分之一 Lemna的地方 所以 我们从这里 就看得很清楚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求 反射习数 因为它需要这个东西 对不对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V1 求出来了 其他就V2 V1 Zero 要求这里 这个地方 这个是它的顺势电压 你还是要把它的 Facial Form 求出来 这个Facial Form 我跟你讲 这个Facial Form 这个电压 就等于V1 在零这个地方的电压 电压 但我们可以带V1 V1 V01 Plus Gamma 这个Z是零 然后这也是零 然后我们知道 这个是零 这个是零 所以它就是 这个等于一 所以它就是V0 Plus V0 Plus 我们求出来了 它是等于这个东西 V0 V1 0 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压 顺势 它就等于 第二个线段 在这里的电压 因为同一个位置 也等于第三个线段 在这个位置的电压 你知道它的 Facial Form 你就可以求它的 Time Harmonic Form 可以求Time Harmonic Form V2t 等于这个称Exponential J Omega T 去实数 把这个带进去 去实数 那这个就是 Cosine Omega T 这个就是V2t V2t也等于V3t V3在这个Z等于零的位置 也等于这个 因为同一个位置 线3 在D1t端端的反射吸数 这个地方的反射吸数 我们现在要求这一端 这条线任意位置的电压 那你就先求它的反射吸数 它是等于这个地方的 Load Impedance 减掉第三条线 它的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那这个是零 短路 那这个呢 2分之Z0 所以这就变成负1 这个地方的反射吸数是负1 这个地方知道 我们就可以求这个地方的 Cosine Cosine 第三条线 在Z等于零 这个地方的反射吸数 我们就是用 这个地方的反射吸数 来求它 它就在 Exponential 2 Jβ 然后这是零 减掉四分之Lam 那这个 刚刚求出来是负1 对不对 负1 那这个呢 这个整个括弧就是四分之Lam 四分之Lam 那跟这个 四π 约到就等于 π Jπ Jπ就是 负Jπ 就是Cosine Cosineπ 是负1 负1乘负1 等于正1 后面3就没有 就是这个字 直到这个地方的反射吸数 所以我们就可以求 这条线 任意位置的电压跟电流 电压 我们就 带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里面 这个知道了 刚刚求过了 这个不知道 就是 在这个地方 Z等于零的话 就是 这条线的这个 V10 3plus 这个我们要求出来 I3 它就是等于 这个被 Z103来处 后面这个 要改成 I解 Gamma 3 用这两个式子 好 那我们就看看 Z等于零 V03 它是等于 这个Z是零 这个也是零 这个就出来了 是E 对不对 E 这个也是E 所以它就是 两倍的 V03 3plus 这个地方 就只是两倍的 V03 3plus 好 我们知道 在这个地方的电压 这个知道了 这个就等于 第二个线段 在这里的电压 也就等于 第三个线段 在这个位置的电压 它是前面求出来了 是负二分之一V0 所以我们 上面的这个字 就是要等于这个字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正符求出来了 正符求出来了 你就可以求这个字 刚刚我们说 V30 等于2V03plus 对不对 这个带进去 就是负二分之一V0 所以 它在这一端的 顺势电压 就等于这个值 称Exponential G omega t 区 实数 就等于这个值 等于这个值 OK 好 电流 那这个都知道了 但这个式子就可以了 它就等于什么 这是零的话 V03 这个是二分之一零 一减一等于零 就是零了 所以在线三 BB端的顺时电流 就是零 顺时电流就是零 因为它的Facial Form是零 这个就是零了 功率 它的顺时功率 V03 顺时电压 乘上I3 顺时电流 因为这个是零 这个不管是多少 这个是零 那就是零了 线段三的功率 就是这个 好 那个例题 我们就做完了 各位回去 你仔细的把这个题目 再做一下 它为什么先求反射习俗 那你仔细把它 这个道理想通 以后都是这个模式 我们看这个图 这个传输线 它的长度是L 它的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是Z0 无耗笋 也就是说这个Z0就是R0 就等于50个欧姆 现场L是等于4公尺 破在这里传播的速度 phase velocity 是2.5 乘10的8次方 meter per second 现在我们说 现在我们说 假如 它这个负载 是匹配的 负载是匹配 就是表示这个ZL 就等于Z0 求线上任意位置的电压 任意位置的电压 电流 它的顺时 兼表示是 就是求VT IT 还有负载电压 跟电流的顺时值 这个地方的电压 跟电流 它的顺时值 然后第三 传送到负载的平均功率 传送到这里的平均功率 现在我们 它本来没有图了 本来没有图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图 给它画出来 这个是generator 这个是generator 一般它都有一个内电阻 对不对 内阻 这条好像是没有 这个是传输线 AA'到BB' 这个长度L 它告诉我们是四公尺 ZL等于Z0 我们已知 Z0是50个欧姆 ZL也是50欧姆 因为它匹配 Frequency 就看这里 Cosin Omega T 所以这个值是Omega Omega是等于2.F 所以它的frequency 就是10的8次方个hertz Face velocity 是这个值 你就可以求破长 破长是 因为破长成frequency 等于Face velocity 等于Face velocity 你Face velocity知道了 Face velocity 也知道了 那我们就可以 去玩 这个是多少 2.5乘10的8次方 F是10的8次方 所以约约就变成2.5m L就是四个meter L 四个meter 我们要化成 它到底有几个坡长 坡长是这么多 一个坡长是2.5米 那它现在等于有几个坡长呢 就是四米 被2.5来除 有多少个坡长 就是1.6个坡长 现在我们还可以算什么 它的Face constant 它是Omega over Vp 好 这个 因为β我们知道 它就对Omega 乘上根号 μY Omega 根号μY 就是等于这个值 你要知道这个 这个是等于Omega 根号μY 好 Omega 求出来 Omega知道了 Omega 2π 是等于8次方 Hertz Face velocity 也知道了 你就可以求 β 它是等于2.5亿个 radian per meter 好 那么我们现在知道 传输线是匹配 ZL等于Z0 匹配的话 我跟你说 任何一个位置的 这个impedance都是Z0 反射技术一定是0 匹配 这个是Z0 这个也是Z0 那就是得 1.6 就是这个地方 50-50 一定是0 这个地方就是这里 它的γ是0 好 A1端的反射技术也是0 我跟你说 你要记得 只要是匹配的话 都是0 因为这个是0 你不管你这个怎么算 它都是0 好 那A1端的输入主抗 输入主抗 我们就可以用反射技术来求 Z0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1加γ0 这个地方的γ反射技术 1-γ0 因为这都是0 所以它就是50个欧姆 都是50个欧姆 这里也是50欧姆 这里也是50欧姆 任何一个位置都是50欧姆 比配电路 γZ等于γ0 等于0 这是任意位置都是这个字 这也是任意位置都是这个字 是50个欧姆 你这个稍微思考一下 我们就知道 这个其实你还没有求它 就知道它是多少 我们现在由generator 就由这条线 它的等效电路 我们把后面这一段 你从这里看过去 它的input impedance 就当作它这一段的imput impedance 它就是Z0 我们可以知道 V10就是这个地方 的电压 瞬间之 它是等于 这个电压 被这两个串联来戳 这是电流 电流再称这个imput impedance 就等于这里的电压 所以它是0.3V 被一个欧姆 这个是一个欧姆 这个是一个欧姆 题目上大概忘记写这个 这是一个欧姆 然后这个是50个欧姆 然后Z input也是50个欧姆 所以这个一算 就是0.294个V 这是这个地方的电压 那现在我们要求 任意位置的电压 你要求这个东西出来 仿色系数都有了 位置随便你给 这个一定要求出来 那我们 怎么求呢 它就等于 这个值 因为 γZ不管什么位置都是0 它的match 因为它是匹配的关系 所以 V 任意位置的 电压 就等于这个值 不过 V0'还不知道 那I呢 就等于 V被Z0来除 就是这个 被Z0来除 AAPROM 它的电压 AAPROM的电压 我们刚刚不是 这里不是用这个 用这个 限度 求出来吗 它是0.294个V 然后我们从这个式子来看 它是等于 V0的地方 它是等于V0 plus 就是0 那就等于V0 plus 它就是0.294个V 所以我们就得 第一个线段 就是这个传输线 它的电压的 正幅就是0.294个V 那你知道这个 就可以求任意位置 任意位置是等于这个 的电压 所以0.294 什么是exponential 是负J βZ β刚刚求出来了 2.51 对不对 所以它是这个值 电流 就对这个 被Z0来除 被Z0来除 这一除 就是5.88 这十字的负三次方 再乘上 exponential J 二分之负二分之负 二分之负 二点五一 个Z 这是安培 这瞬间值有了 然后你要求它的 任意值 瞬间值 就是 phacial form 乘是exponential J Omega D 取实数 这个都是 这是实数 所以它就是 Omega 0.29 不是 0.29 Cosine 2 Omega 就是2π10的八次方T 减到这个 电流 就把这个带进去 所以它也是等于 因为这也是实数 就是去Cosine 这是任意位置 那我们要去负载 怎么办 那就是这个Z 等于四个meter Z等于四个meter 带进去 四个meter 带进去 所以V 四个meter T 等于这个字 后面要加一个Volt 有个Volt 出来了 这个乘出来 就等于这个字 然后电流也是一样 你把Z等于四个meter 带进去 你把Z等于四个meter V 这个我们刚刚求出来 这个写出来是说 因为这个已经在前面了 我们求的嘛 你这里看不到了 求出来 它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现在平均功率 你看现在我们要用 要用什么呢 用这个复数来表示 二分之一 real V 乘是I complex conjugate 这个写出来就是 方便我们求这个 所以它二分之一 V 0.294 exponential 这个值 然后 这里有个complex conjugate 对不对 那这就变成正了 一乘就是一 就是等于这个 乘算这个而已 它就等于0.86个 mini瓦 mini瓦 好 这个题目 我们就做完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题目 它说这个图 是一个无耗笋的传输线 三段都是无耗笋 负载二跟跟庄线三 跟庄线 这个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这条线 我们接这一段 有时候就是为了要 要让这个线 它是match 本来不match 我们接这一段 可能就match 这就是我们特别接上去的 跟庄线 三 特性主抗 都是一百个欧姆 特性主抗 都是一百个欧姆 ZL 就是这一条线 它的 impedance 它的 terminal impedance 是等于一百 加 一百乘一加 J 欧姆 它的电流 告诉我们 load current 是二 加上J0个安培 这是已知条件 它现在要做什么呢 要证明 我们加入这个跟庄线 可以让传输线 成为匹配状态 原来就是这两条不是匹配 我加了这一条以后 对这条线来讲 就是匹配 第二个 要求电压V1 的大小跟相位 你就把它的 Facial form 写出来就好 它有大小 有相位 第三要求跟庄线 短路端 电流是大小 与相角 这就是跟庄线 短路这一端 terminal 它是一个短路的 要求 它这个短路电流是多大 相角是多少 你也是 你要把IS这个 Facial form 写出来就好 然后我们把 V1 这个电压 VL 这个电压 IL 电流 跟IS 它们的向量图 因为我们就说 都是向量 把它向量图画出来 好 现在我们看 第一个 A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个 AA端 看 线2 看这一段 它的输入主抗 看这个输入主抗 那我们就可以用 因为它是四分之一波长 可以用四分之一波长 变换器 就是用这个值 Z0平方 被ZL来处 Z0有了 ZL 也告诉我们 求出来就是这个值 这个值 就是 这一段 看它的输入主抗 好 在线3 线3 在短路端的反射系数 我们就 用反射系数的 公司 就是这一段的 impedence 减到Z0 减到它的 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因为这一段是短路 它的impedence就是零 所以这个值就是 负一 所以这一段的反射系数 是负一 负一就是全反射 正义负一 它都是表示 到了这里以后 全反射 好 现在我们看 第三段 线 在AA'端 它的反射系数 刚刚我们求这个 反射系数 现在 就利用 同一线段 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来求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我们用这个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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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然后exponential j Gamma就是2 Beta2 然后 这个是零 这是八分之 Lamina2 从A一段 我们看这个求出来了 刚刚求出来是负一 你这个带进去 Lamina2 约掉了 这个应该是Lamina3 Beta3才对 Beta3 因为它是第三条线 大概写错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个反正都约掉了 它等于J 然后 这个地方的输入阻抗呢 这个地方的输入阻抗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Z0 Z0 身上 1加Gamma3 1减Gamma3 Gamma3就是 Z等于0 这个地方的反射系数 刚刚我们求出来 这是J 所以 第三段线 在这个地方的 输入阻抗 是等于这个 好 线2 的输入阻抗 这我们刚刚求出来了 利用这个 四分之一 变换器 四分之一波上变换器 得出这个来 对不对 A1端的总阻抗 就是这两个的并联 这两个的并联 他的宗主抗 跟他的宗主抗 在这里并联 并联的话就等于 这个导数 再加上这个导数 然后再一个导数 就是等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算出来 这个就慢慢算了 要算这个电磁波 传输线就是很多 这个东西 你把这个平方 再跟这个加起来 这就等于 你看这个 1跟1约到等于0 这个是变成J J加1跟这个一样 约到去100个欧姆 100个欧姆 正好就是 就是这个 限1的特性主抗 跟这个主抗一样 那就是什么 match 这个主抗 Total Impedence 跟这个一样 那就是match了 故 负载段插入 跟砖线后 与线1 就是匹配了 就匹配了 线2 在负载端的电压 我们要求这个 那这个V2 四分之一波长 这里就是四分之一波长 它对IL 乘上ZL IL 2A ZL是等于这个 所以乘起来以后 就变成 这个值 OK 限2负载端的反射系数 在四分之一 Lamna 地方 ZL 减Z0 ZL 加Z0 它等于这个值 然后你就求 它在这个地方的 反射系数 同一个线段 在这里的反射系数 不是 这个 这是 Gamma 2 你也可以用这个地方 你当然也可以用这个 反过来算 你也可以用什么 impedence来算 它就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的impedence 减到Z0 然后这个地方的impedence 加Z0 这个 刚刚算出来 等于这个值 减到100 这个加100 最后是等于这个值 所以限2 任意位置的电压 因为你知道 Gamma 2了 0的地方知道 我就可以用Z等于0的地方 来求这个 当Z等于四分之Lamna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 用四分之一Lamna 这个J Beta 乘上四分之一Lamna 然后这1加 就是这个地方的Lamna 我们算出来 它前面算出来是等于 已经知道是200 是1加J 1加J 那么我们前面也算出来 它的反色系数是这个值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 这个 是等于这个值 它等于V 就是这个值 我们可以 可以带着这个来求 所以前面我们算出来 它已经是这个值了 所以这个值呢 就等于V02plus 乘上这个 然后1加Gamma 四分之Lamna 是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算出来 它是V02plus 乘5分之2 1减3J 那这个跟这个相等 这个跟这个相等 你就可以求出V2prime VO2prime plus 这个 amplitude求出来了 amplitude求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求AA端的电压 AA端的电压 我们就用这个 V2 还是等于 用这个式子 这个值是把 把这个Z换成 四分之Lamna 这是Z换成零而已 我们前面已经 把这个求出来了 那现在 Z等于零的时候 这个Z用零带 这Gamma2 在零的位置 这个就等于什么 V0plus V0plus 成上Gamma2 是这个字 1加Gamma2 Zero 它就变成 这个字 因为你通分 通分的话 分母还是这个 然后接根 负责 约到二 这个字 画简以后 有理化以后 变成这个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用这个 极 极坐标的 表示法 那它就等于 因为J是等于 Exponential J 二分之π 脂肪 这个地方 V2 0 就跟这个 V3 0是一样的 因为同一个位置 我们就知道 V3 0 是等于这个 任意位置 在第三条线 任意位置 电压 我们用这个 算 这个是 它的 这条线里面的 电压的 Amplitude Gamma3 这个 E加上Gamma3 Gamma3 就是这里头 任意位置的 电压 我们当然用一个 已知的 Z 我们知道 V2 0 0的地方 要等于V3 0 要等于这个 那我们就用 这个值来算 Gamma3 在这个地方 它的反射系数 是J 所以我们就用 用0 V3 0 等于V03 等于V03 3 plus exponential J Besha3 乘0 然后E加 Gamma3 0 那这就是 V3 plus 这个是E 这个是J 所以它就是 V3 V03 plus 乘上E 加J 乘上E 加J V3 那这个 那这个 就等于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 是200个JV V 所以它从这里 算是这个字 那么我们刚刚 前面已经算过是这个字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算出它的V3 plus 它就等于这个出过来 你把它画一画 由你画就变成这个 在任意位置的电流 那就是 这个电流 被Z0来出 因为它也是Z0 要被这个 Characteristic impedus来出 不过这里要 被它 剪 负的 好 我们知道 在 八分之三 八分之Lam 就是这个地方 的反射息 其实我们刚刚 一开头就求过 负一 这是负一 如果是八分之Lam 的话 这就是负一 我们 就可以求 Short circuit 就是这个地方的位置 八分之三Lam 的位置的电流 它就等于 这个被Z0来出 Exponential 负J 二 就是 因为它无耗损 因为它无耗损 所以这就等于 Jbeta 乘上八分之三Lam 一减的Gamma 八分之三Lam 这个 就等于 你看这个 约条等于四分之Lam 那这个V3 是 V3 我们知道 刚刚算出来 是等于这个字 就是 它的这个 Amplitude Amplitude 倍 Z0来出 Z0是100 1 减1 减的负1 就是加1 这个算出来 值得2 称3 更好2A 安培 那这个 就是它大小是这个 相位是0 0相位 OK 那现在我们就 刚刚都算出来了 现在我们要把V1 VL I L I S 的 向量 写出来 V1 是等于这个 刚刚算的 大小是200 那它的相位是 J 二分之π 就是在这里 二分之π VL 是200 乘 更好2 这是大小 它的相位是45度 I L 这个地方的I L 二安培 大小二安培 相位是等于0 Is 大小是这个 相位是0 所以就 画出 这个字来 好 以上就是 我们第九章 第一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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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